4点12分的时刻,如此的一个梦啊 这么梦见,也不知道谁在找工作 找工作呢,就是找学校,我们老家那边 其中东西他就不想了 然后去下面的几个学校,对不对对不起 然后就选择了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还在建好呢 另外一个学校已经建好了,已经人满了,来不及了 那就只是那个正在建设的,就做了这么一个梦 那个梦里面讲的是,讲了学校 一个人找工作,也讲了一段历史 有位人在,就告诉我们,有位人在我们那边 描述的谈是老家,我老家 有人找工作,找学校的工作 那我们那边就排第一位的,就是其中中学了 他觉得这个人已经很难兴趣的了,这个是老牌 这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刻的,高中,整个人 那边是排第一了,就当地,其中是排第一了 他想找这个工作,找他是很难做的了 当然就其次找另外一个学校 另外一个学校应该找哪里呢? 应该叫东南中学 这个是我初中上的时刻 历史上是这样的 我们上了小学的时刻,那时刻高考都没有的 因为都砸烂了 就是整个中国,工农病上大学 没有考试的,是考推荐的 然后就是说我们上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刻 突然恢复高考了 开始正规的教育慢慢慢慢 文革接受了一个慢慢慢慢 要开始要走上正规了 也就是我们小学五年级的时刻 正好恢复高考了 恢复高考的一个下面,就落落细细啊 落细细啊 开始恢复教育了 然后呢,正在这个时刻呢 我们其中呢,也开始恢复了 恢复的是当年恢复高考以后 整个整个其中呢 那是叫其中线啊 整个其中线呢 高考谁排第一呢? 考上了东南中学 而其中中学才排在后 反而是后 这个时刻呢,因为高考成绩就出来 高考的时候,其中中学排名比东南中学还厚 而东南中学是怎么回事呢? 东南中学是在 是有的末代藏员张姐办的呢 叫坎木学校 当时 最后一个藏员呢 他想要发展民族经济的 首先要办教育 所以他办了那个学校 办了那个学校 但是这个办学校 整个都在农村里边 整个都农田里边 不像那个其中所谓在县城里边 当时大家也不知道 没有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 分成 其中的分成六个期 整个分成六个期 南边三个期呢 就考初中的时刻呢 我们上其中中学期 北边三个期呢 到东南中学期 也就是因为东南中学在北边嘛 偏北嘛 一个南到那边 北在 北三边 北边的三个期 上东南中学 然后呢 我曾经讲这个事情 人家总是 也提出一个问题了 他说你们县怎么会 有六个期的呢 一般来说 比如说一个城市里边 区的话就在 城区 不会在农村里也分区的 才是相反 我们那边就分成了 分成了六个期 就把整个县分成了六个期 所以呢 这样 这样的这个 就是 南边三个期 北边三个期 确实是这样 我们就在北边三个期 到东南中学 到了东南中学 后来呢 那 三年硬中以后 我们进来那个 我是当年 考 考 初中的时刻 前线病例第二 反正病例第二名 然后进来那个 东南中学 然后南 变得半个期啊 就是在 西东中学 落校的是这样 但是经过三年四年 我中学还 休息了一年 经过四年的变化以后 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说的 东南中学是在 像在 在农村里边 田野里边嘛 整个都在田野里边嘛 所以好多老师 慢慢慢慢感觉到 那个时刻 人就不一样了 有点开始啊 以前 人在农村就农村 有的在城市就在城市 后来发现其中中学在 在城市里边 东南中学在农村里边 好多老师就要想 往城市里边走啊 所以呢 东南中学 经过四年以后 老师留下的就比较多 反正有门路的都走了 都走了 所以就明显地显示说 不大会景气了 而且在 在考高中的时候 不考学校的时候 都能成为强烈的 校长 都难学生 考到 不然其中中学报名了 这个时刻 明显感觉都不一样了 然后呢 校长也难了 这个我就是 还是报名 报名 到其中中学去了 我为什么走呢 我讲过 因为我说在初中的时候 就是 我一直讲那个 外星人的事情 最后把书本之路都 都撕掉了 那是没有用的 人家说我得了精神病了 所以我就不愿意在那边待着 然后到了那边 到了其中中学 然后考了大学 然后过了几年 就传来消息 说东南中学 停办了 停办了 而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原来我说的 这个东南中学 是张检 最后一个 木太藏员 办了一个叫 卡莫学校 是在当地来说 整个一片来说 是最好的 教育资源都在那边 那是其中东西都没有名声的 他就办了这个学校 但是后来就 实际上是在1945年的全刻 当然战绝办这个学校 在一九一几年 一九二几年的时刻 也是 然而到了1945年 到1949年之间 应该 十五年稍微后一点 共产党的 什么新世界八路界 占领了这个学校 占领了这个学校以后 就作为了一个 作为了一个 就潜伏在那边 闹革命了 就抢政权了 日本投降了嘛 投降了以后 然后抢政权的时候 就指挥中心 就住在我们这个学校 这个指挥中心呢 不只是说一个 一个县 而是涉及到苏北 整个苏北 所以那叫 不是一个将军叫苏裔嘛 还有一些 还叫洋涵 什么 我不太记得了 而他们占领了这个学校 占领了学校 就是 相当于部队 占领这个学校 作为一个指挥中心 在那边 然后又是 闹革命了 在1949年之前 三年 就已经在那边 打土豪分田地了 所以 隔壁是海明县 是由国民党在统治 其中些 就是 共产党在统治 只有早了三年 实际上他们已经 站立在那边了 站立在那边以后呢 然后 政权立了以后呢 我们知道 早过几年 开始为了 为了合法性 为了政权的合法性呢 建立了 好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们这个初衷 曾经是 因为我说 四五年以后 到四九年之间 之间的三年 共产党先占领了 在那边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 借了学校的一部分场地 所以 这一部分我们借 借了一个 就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名字叫 抗日金正大学第九分校吧 大概 是这个名称 一个一个 人家一起挂 叫纠转成续 借了他就不还了 把整个东南东 老师都赶出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整个学校就成了一个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 把老师都赶出去了 为什么 这就是 要政权上的话语权嘛 而这个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概一概就 再也不提张典的事了 张典的事 就是 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 就 讲的 就唱给历史来开始 说这个学校 就是 由共产党办的 办理的日期 就是四五年以后 把前面的将军 那个那一探子都 都不提了 然后就把那个 老师赶出去了 这个就是 学校不存在了 成了一个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 变成了 后来 都到 反映过来了 那些老师啊 这是明白 被创给了历史 而且他们都 都生意了 哇 开始 学校的老师开始 上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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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到北京上访 而是到省美上访 到省美上访以后 后来就说了一个 恢复办校 但恢复办校呢 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那边 它的势力更强啊 不让 就站立在那边 不让恢复学校 不让恢复学校呢 那最后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 就是 我高中的那个 启东中学啊 曾经呢 我们毕业以后呢 是搬那个地方 新开那个地方 新开那个地方以后呢 把我们原来上学的地方呢 作为那个初中部 然后新办那个地方呢 成了高中部 现在那个东南中学 只有招牌还在 省力也究竟也要恢复办学 但是呢 原来的学校地方 已经被 变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后 人家四十多个方 这就政权呢 要为了 提现政权的正确性呢 所以说 共产党 那个时刻 就已经创办了 抗日 抗日 竞争大学 多少分校 已经在那边了 党建工作 占了上风啊 没办法在这个地方 再恢复学校了 最后怎么办呢 启东中学高中部 那个地方重新建 启东中学啊 在新找一个地方 重新建 建起来 建了起来 留下的老的 习东中学高中部 给东南中学 让他们恢复办校 现在听明白了吧 也就是 扛着 扛着 扛着根基基 扛着 竞争大学 什么之类的啊 明眼就把这个 我们的那个 初中 那个地方就站下来了 最后 只剩下了一个 东南中学的招牌 这个学校也被赶出去了 流浪了 就没地方了 中间很多年都没有 没有校园了 也就没有恢复教学 就剩了一个招牌 最后的招牌是挂到哪里去呢 挂到 我说的是东南中学 最后它挂到哪里去呢 是挂在 现在的齐东中学的 高中部那个地方 将来挂 东南中学的 校牌 招牌 齐东中学在哪里呢 新建 重新建 是有这么一段历史 有这么一个情况 墨里面讲的这些 是讲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找工作 找 找 齐东中学可能 不太好 那找东南中学 东南中学 现在校园也没有 校园也没有 也就是说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 恢复高考的时候 当年 第一年高考 就 考上人数排了第一 而齐东中学 以前是没有的 而 这个东南中学是在 一九一几年 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就 已经办了 到了 一九四几年的时候 就已经 那个共产党 驻杀在里面 作为一个 相当于一个 一个金氏 金氏组织了 这个是 这个金氏组织 就相当指挥部 相当于更偏重的文者 文者 而不是那个 就是相当于领导的指挥中心 整个苏北在那边 到了呢 到了什么 一九四九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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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江战越的时刻 到了那个时刻 才云了一部分 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四月份 之前呢 才有一部分人呢 就转移到那个 苏北啊 叫泰星那一代 之前一直盘踞在 动乱中学那边 然后移了出去一个 渡江战越 实际上在渡江战越之前 指挥中学 就在我们 初中那一地方 所以 最后就是 美化了一下 美化了一下历史了 叫了 抗日金正大学 大概是第九分校 这样 实际上当时 站下来的是没有这个 名称的 现在为了美化历史 才 美化历史 才叫抗日金正大学 第九分校 是 墓里面 告诉了 我们是 是这段历史 这段历史 虽然说 恢复班校 但是原地 这个基地 已经被站下来了 没办法 恢复班校了 他们也是要需要 这么一个基地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合法性 那老师要求恢复的 恢复的是 要恢复这段历史 要恢复这段历史 重点 也不是在要恢复在 那个农村这块地上面 所以呢 那个政府就 为了 保证 这个红色政权的 一个 一个 纪念馆的存在 所以呢 那这样啊 嗯 嗯 启东中学啊 高中部啊 启东中高校部 重新建一个啊 然后 甚至 就搬走 然后呢 东南中学呢 就 恢复班校呢 搬在那个 原来 启东中学的 高中部 那个位置 就 旧的校舍 留下 建新的校园 这样呢 一记都得 因为 老师啊 再回到那个 农村里去的话 人家也不是太 乐意的 那在城里建一个的话 人家乐意 啊 也满足他们的心意 啊 那就做了 而这个 原来那块地呢 被站下来的 成了一个 抗日金正大学的 地球分校 哎 共产党就 有话语权了 你看 抗日是我 是我看人 是我干人 啊 你看 我已经把历史 大大的 往前推了 往前推进了 很多年了 到底 推到什么年代 就是他们 在这个地方 他说了算了 啊 整个一大片了 这位抗日金正大学 第九分校 原来我们讲的嘛 这个是章节办的嘛 但是 再讲那个 爱国的教育基地 就这次不提那个章节的事 就整个校舍 总之类都是共产党办的啊 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老天有眼啊 我们那个 当时上学的时候呢 就是 做的都是四个院 都是 一个一片一片的四个院 都是这样的 嗯 前几年办的那个金正大学 正风风乎乎 全国很多地方都出去沾眼了 这个 突然老天开眼了 为什么 你看嘛 后半节的一个四个院 近期的时候 一个大匾嘛 匾上写了一个 匾上几个字啊 反正 就改成革命的那个招牌了 反正四个字啊 什么革命什么 趁勇啊 反正大概是这个 或者叫东风永建 或者这几个字啊 反正 可能是叫东风永建 上面写了一个 诺款是陶铢 还不是养永 还不是苏妮 反正这个 一个招牌在那边 我说 老天又是什么 油寄掉了啊 油寄掉了以后 然后 则出出来了 张戒原来的那个 写的那木带上原来 写的招牌啊 就恢复了 自动恢复了啊 后来被他们塗了油件 就自动爆掉了 爆掉以后就 把恢复的原家 而圆杖上的那个上面那个字啊是木刻的 是立体的木刻的 被涂了好多涂掉就盖胶了 人家看不见了嘛 但字种就恢复了 恢复了以后就那几个招牌 那几个字啊 就原来的字啊就录出来了 大概后来这个招牌 那肯定不会挂在金正大学里边 肯定被东南中学收下来了 收下来以后 未来的东南中学讲历史的时候 就讲了新的校园 为什么在新的地方去办呢 这段历史可以你讲你的章节 民族资本兴起以后要大学 来让人家提高文化水平 让民族数字提高 你在那个新的校园 你谈你的这一套 老的校园被站下来的地方就大谈 在谈这是共产党办的 就没有产权纠纷了 这共产党办的就是一个抗论 竞争大学第九分校 你看 抗论就是我共产党抗论的 你看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抗论 竞争大学第九分校 所以培养出来的人才就从这里走出去了 完美的也议了一套 灿开历史的构成 然后呢 为了安抚那些老师 不要再翻历史的案了 就是你 你的章节那一摊 可莫学校的历史 你就到那个那边去 这个就是抗论竞争大学 然后东南中学 其中的总办呢 新建一个校园 也就设计到几家了 就是我的高中重新建 原来的高中重新建 而原来那个高中的旧职 就给东南中学 实际上还不是 那个情况 还多有环节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上高中的时候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后来 作为一个新建的校园 原来我们上学的地方 变成了那个启东中学 初中部 新建的学校叫高中部 这以前已经建好了 十几年前 已经完成了 在那边高中部 但我都没去过 因为我们上学的是 在原来那个地方 靠近人民医院边上那个 就改了初中部 后来又建了高中部 就分开了 初中高中分开了 而现在我们所说的 要给到的东南中学 那个校园的 就是高中部 那个新的高中部在哪里 重新建 重新建 为了体现那个 正常的合法性 所以有这么一件事 大概应该大家听明白了吧 未来 把那个抗日 是共产党抗的 所以那个年代 已经有 抗日金正大学 地球分校了 这个造型是后来 应该我想当年 当年就不会 不会有什么 地球分校这几个名称吧 就这样的事情 有个人找工作 要考虑到的问题 原来是讲了这段历史 好 明白了 再见